69级玩无级别龙宫 武器还带来一个流云 磨奈双加 但是伤害挺低 常规的腰带 无级别的鞋子 葫芦宝贝套 宝石一点都没打 学们看不看 这是多长时间不上号 他是真的不玩 就真的好像停在他车库里的法拉利一样 就是让他闲置 就是让他贬值 去那么劝劝老板吧 劝劝老板吧 你不玩吧 你把号接给朋友玩 行不行 你看看 一个月一点经验都不上 他那么连三号都不上 14乘以6 减去278 减去个16 00211 21出零这项链 他出零挺高 他出零不是169国标 出零就194 这么项链十多万 帽子一般 帽子也就四万多 武器还不好说 不久杀龙神 他这好在抗性过 应该没啥问题 但没打临时 算了麻烦 没有必要向你们证明 我能杀过龙神 他的新宝宝一个都没有 他的宝宝造型 还都是以前的零鸟人 个性的马面 跟这个冲突 所以说 起码七 太子哥 还是更希望 出零有火的 虽然天赋技能少一个 但是造型更加稀有 姿势特别完美 技能特别完美 7加2 9加8 还是17 跟上一波日游神一样 3 2 1 炸 恭喜你 何处 11技能以上的召唤手 今天好像还行 就看资质了 11技能1.219 1.219 1290 出的是日游神 是命中注定 今天这集子宝宝的炼药 我觉得好像他妈的 很奇怪 12技能护卫 你就给我炸 6技能 加11技能 满技能17 6加11满技能17 如果是负宠的话 这个的话 可以再多俩 19 日游神最高19 护卫最高17 出12技能带 利皮 成长1.213 1.235 给我炸 护卫 如果不是护卫 我希望你把 把利皮给我留一留 如果你不是护卫 我希望你把利皮给我留一留 1.21 成长够用 工资够用 兄弟们 这样的护卫 够不够用 今天我们11技能成就已经出过了 直接 竖着露出三边 9技能以上 带利皮 哎呀 卧槽 兄弟们这样护卫 8技能 8技能 这样护卫是8技能 高资质 高成长 这是护卫 8技 这如果是合护卫的话 刚才反击是 反向是冲突的 护卫是8技能